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差不多撑不住了 对我们说那是我们的标题是说海水退了 对立陶宛果然没穿裤子 那么当然最新的消息是立陶宛的总统 那脑赛达他出来讲说说呢 那么用台湾为名 台湾在立陶宛设代表处没有问题 但用台湾作为名字 这是一个错误 事先没有让我知道 那这个表态大概再清楚也不过了 当然不过我们必须要了解 他们是半总统制 那因为总统跟总理 其实是不同政党的 不止不同政党 而且上次选举的时候就死对头 选总统的时候就这个总理跟他选 是 所以呢他们其实是不同调的 所以你当然不会讲说总统讲完了之后 总理就会跟着改 不会改 不会改的 但是这代表的是背后 现在正在这个 这个波涛汹涌的有一股 他们内部的名气正在改变当中 那我先要提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在上个月就开始提到立陶宛 可能会出现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我其实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习惯要去看他们的内部的基本民情 我主要就是因为看到 现在最近这段前大家都提到的一份民调 就是立陶宛的支持度 政府的支持度已经来到了新低的数字 上个11月的时候呢 还有百分之二十以上 这个还普通就 你要知道他们是去年才选完 2020年 现在是前年才选完 前年才选完 一年多就已经剩下百分之十七点多 对就十二月的时候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十七点多他什么意思 就在以欧洲大 因为欧洲大部分都是内阁治国国家 以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来讲 十七点多早下台了 是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看到的是 因为立陶宛呢 就是好几次去向欧盟申诉 要求欧盟呢 必须要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立陶宛的施压 采取反制裁的措施 欧盟怎么反应呢 但是我看到的是第一 欧盟人处理 就欧盟就很直接的讲说说 哦我们没有排入议程哦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能要把它送到世界贸易组织 可是就连要送到世界贸易组织 这件事情都尚未排入议程 他说因为我们必须要收集更多的证据 但是我们现在证据是不够的 其实欧盟欧盟就是不要哭了 把眼泪擦一擦 没出息 顺便呢再丢一根绳子给他 因为这个态度啊太有趣了 就是这个态度是说第一 你讲的事情 嗯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嗯 本来如果欧盟呢 就就把他拿出来讨论 然后把他送交到世界贸易组织 其实都已经是敷衍了 我们就已经讲这都已经是敷衍 可是他连这个敷衍的表态都不愿意 嗯 那我们就来讨论 他说不行我们现在还要收集证据 嗯 我第二个看到的一个现象呢 是德国有媒体开始批评立陶宛 嗯 他们的批评很直接 他的批评呢 其实我觉得点到了欧盟 现在每一个国家的内心 嗯 他说你要自己冲锋陷阵 没错 你要去当那个领头羊 嗯 然后你要去冲撞这件事情 显得好像我们都没有道德担当 对 只有你一个人有道德担当 没有错 道德光环都在你头上 然后现在你出事了 要把我们一起拖下去 没错 尾巴要咬狗 狗才不理你 所以当我看到德国媒体 是用这种态度在批评立陶宛的时候 然后立陶宛的民调声望 又这么的低的时候 我觉得那立陶宛就代表 然后他又不断不断的向外求援 嗯 那当他要向外求援 就表示他真的感受到痛了 嗯 可是在他周边最能帮他的欧盟 目前看起来是冷眼旁观 嗯 我因此就判断说立陶宛的情况 恐怕撑不久 嗯 最近的情势发展 当你看到美国花越大的力气 口头声援立陶宛 嗯 就代表立陶宛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嗯 好 因为呃 开始释放出呢 台湾和立陶宛呢 要互设呢 代表处 而且以台湾为名 是去年七月 嗯 那个时候呢 阿富汗都还没有变天啊 那 但是你看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 大概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啊 其实是没有媒体啊 关注这些事情 在台湾的政论节目更不会有人谈这些事情 吴 吴钊燮先兴高采烈的发开记者会说 我们和立陶宛要是双边代表处 而且以台湾为名啊 没人理他 嗯 美媒体简单报道就过去了 嗯 然后蔡英文 蔡英文怎么会没有人关注蔡英文 又出来加码在脸书上面说 以台湾为名欸 嗯 好吧那我就开始看一下 我就OK 好那看起来这东西呢 是有有有玄机的 因为他他的他的真正的意涵就是说 蔡英文在他的第二任期 他主推跟陈水扁的第二任期是一样 主推台湾正名运动 没错好那准备把立陶宛 那立陶宛你说他他真的笨到就是说 不知道呢被被台湾利用被蔡英文利用吗 其实他大概也隐约知道 所以呢他在名称上面他没有用台湾 他就用台湾 其实你说台湾跟台湾有没有一样对从 从名字他是同源字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叫做台湾代表处 还是叫台湾的代表处还是叫台湾人的代表处 好那这个因为英文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思 可是中文重点是你看到那个那个标题上面的中文字 那从台湾的角度呢就是大声的嚷嚷说 我们在立陶宛设台湾代表处了台湾正名运动在欧洲插旗了 而且感觉上面的就会开始呢开始的遍地开花很多的国家呢都会跟在后面 因为在这两年的时间一开始是盖亚纳 盖亚纳一天就就拉掉了 但是呢立陶宛撑住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发布新闻之后呢说去年的十月呢就要护设代表处 但是显然外交上面卡住了 因为中国的态度呢出来了 大陆开始呢强烈的对立陶宛的施压 那立陶宛当然要要去处理这一部分了 但是立陶宛姿态很强硬 你看到那个就是蓝柏吉斯的态度 就是他的外交部长 对我们解释过 因为因为他就是他跟他们家族就是立陶宛好像他们家的 他们国国跟家对他来讲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态度很很强硬 再加上美国的撑腰是一个关键 那立陶宛我们之前讲过 如果说在欧洲的北大西洋公业体系里面 你要再找几个国家呢是美国在里面 呃真的可以可以就是美国要往东他绝对不会往西的 立陶宛是其中之一 波兰是其次 对然后捷克这大概都代表性的 即使美国常常讲的布加勒斯特集团的九国 就是前前苏联瓦解了之后 然后呢进入到北约体系的九个国家 包括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地海三角国 这些你通通都算算进去 但是你们三国是特别的 因为美国的CIA在这些国家 非常的活跃 好那因此 因此你看到立陶宛就很强硬啊 好到到去年底的时候 终于好 那就设就设处了 那台湾也敲锣打鼓 陈陈建仁呢也去了 嗯 就是很热闹很风光的开幕 因为我就是不鸟你 你大陆 不鸟你中国怎么样 我就不怕你要你要你要断交式吧 你要降降低到代办的层级 我再进一步呢把所有我住在立陶宛的这些 住在中国北北京的所有的这些的这些外馆的人员 连家属全部撤 现在立陶宛在北京一个人都没有了 对通通都撤完 姿态呢是非常的强硬 而且当时立陶宛的主要诉求是说 反正立陶宛跟中国大陆的外貌往来 嗯量非常的小 是 对中国大陆的占比也小 对立陶宛的占比也小 无足轻重 嗯 好 那我们为什么会 会觉得 嗯 大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就觉得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 我我说二零二年开春之后 大家都在预测二零二年的大大事嘛 我说开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陶宛 我说大概就在新立年跟农立年之间 大概呢立陶宛这件事情大概就是定 当然现在因为立陶宛还在挣扎了 他的 现在整个的整个的就是说 以立陶宛周围的这些的强权国家 欧盟也好美国也好 他的态度大概是 是两个落差很大的 温差很大态度 就是政治上面外交上面 我们声援立陶宛 我们要支持立陶宛 要对抗了大陆 对抗了中国的这些的经济的压力 我们要支持立陶宛 立陶宛你要撑着 可是除了政治以外 你会发现他的商界 都是呢是要说 立陶宛你在搞什么东西啊 你把我们都害死了 你赶快去检讨这件事情 这以德国企业最主要 因为德国 因为他是在波罗的海边边上 你要你要把环波罗的海的国 你叫出来看一看 环波罗的海的国家呢 分成两个极端 一个是极端富裕的 是我说的地球上面 如果有天堂 天堂一定在那里 北欧 北欧挪威 瑞典 丹麦 德国 这些呢都 都是不只是强国 而且是富国 挪 挪威瑞典 人均所得都十万美元以上啊 好 但是呢另外一边呢就是俄罗斯当然差了 但是呢再来呢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立陶宛两万美元的人均所得 你说差吗 相对很多开发中国家那不差 可是你要知道在欧盟里面来讲 他他是低的相对 他如果摆在波罗的海的周围 相对我们刚讲的那几个天堂国 那立陶宛当然就低很多 所以立陶宛他为什么人口外流 因为大家都出外去打工去了 嗯 而他的工业基础呢 其实非常依赖德国企业 嗯 那么德国企业呢跟这个立陶宛之间的这种供应链的组成 是 使得呢立陶宛其实高度依赖德国 嗯 但问题是德国的最终市场当中 又非常大量的依赖中国大陆 没错 这我们常提到 就是中德之间 其实德国的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其实是中国大陆 而并不是美国 嗯 那所以当德国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德国企业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间接的对 对立陶宛的影响 哇 那个才真的是影响巨大 嗯 好 那我们其实要去 来 我觉得现在是 我觉得立陶宛现在的政府是不会撤退 嗯 好 不会 那么他其实是把他的在政治上面的矛盾 嗯 把他端起来变成了国际事件 嗯 好 因为他是半总统制 嗯 比较类似法国的一个状态 好 就是说如果德国的总统 如果这里面的总统跟总理是同一个政党 嗯 嗯 那就是总统制 对 他晕晕做就很顺 对 那如果总统跟总理是不同政党 嗯 那是总理制 是的 嗯 那他现在呢 我们刚刚讲2019年他们的总统选举的时候 现在的总统脑赛达 脑赛达 然后他跟现任的总理 嗯 他们刚好是竞选的这个敌对的双方 是的 你就想像就一边是拜登一边是川普 嗯 好 假设现在的总统是川普 啊 然后是拜登 然后呢 现在的总理是川普 嗯 假设是这个这样状况 所以他们本来就不对盘 嗯 他们是竞选的时候的竞争对手 嗯 这是2019年总统选举 到了2020年是国会选举 嗯 这一次的国会选举 其实他的总理西莫尼特他是无党籍的 是 但是呢 这个嗯 现在他们因为他们是多党制 就像以 意大利是多党制 所以呢 他们最后选出来的相对最大党 嗯 好 这个相对最大党呢 就提名了西莫尼特来干任总理 嗯 所以 他们是三个政党一起组成的联合内阁 嗯 那但是呢 三个加起来勉强过半 嗯 好 他的这个民调其实高达了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度 嗯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声望非常高的一个政治人物 嗯 那声望第二名的呢 刚好是反对党的领袖 嗯 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 嗯 叫做布林维俱特 嗯 那 嗯 这位反对党的领袖呢 也在上个月公开批评立陶宛 就是用台湾这个名字 嗯 来设代表出这件事情是一个决策错误 嗯 那么 他的声望是百分之四三点八 嗯 现任总理的声望是百分之三十点五 嗯 所以呢 是在立陶宛立陶宛声望最高的第一名的政治人物 嗯 跟声望最高的第二名的政治人物 嗯 出来批评说 这是一个冒进的一个做法 嗯 那他的前总统 我觉得他讲的话呢 是很精准 嗯 他说 这代表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很早就讲了 那如果要用台湾作为名字 嗯 他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事情 嗯 这种敏感的事情 应该是大国去充 没错啊 嗯 立陶宛这种小国家来充呢 嗯 美国都不肯做了 为什么要立陶宛做 他只差没讲出美国这个名字啊 我觉得他会说这种立陶宛很多人的心声就是 你美国一直说在挺立陶宛 嗯 那你美国为什么自己不改名 不改名就好啦 对啊 或者你要你要你要说 这些国家不可以跟台湾断交 那你跟台湾建交嘛 对啊 建交不就都没事了 大家就闭嘴了 是 所以 如果美国做了 那立陶宛跟进 嗯 也许 情况会不一样 嗯 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自己不改 嗯 然后说我们会挺立陶宛到底 嗯 我觉得他的前总统把这一个假象给掀得很清楚 嗯 如果到现在大家在看立陶宛这件事情要怎么收场了 那在一个多里两个礼拜前的时候 我觉得立陶宛这件事情即将要进入到了最后的高潮系的原因是因为德国的波罗的海商会讲话 嗯 嗯 那其他的其他的商商商会如果是像是萨克森邦啦或者是卢尔邦啊这些的讲话呢 我觉得就就就就就无所谓因为他的他的波罗的海商会跟立陶宛的关系非常密切的他在告诉你你在搞什么东东西你这样子我们都没办法做做做生意了因为德国的前四大的企业在在中国都有重大利益 嗯 那这这些呢很多都跟立陶宛是有关的台湾方面来讲当然你也看得出来台湾也已经一开始是很兴奋觉得哎我我我我我搞到你了我搞到你北京了你看在当你跟欧盟的因为人权的问题 因为欧盟很多都会在做人的人权问题嘛那中欧的投资协定的也一直搞不定在人权问题上面纠缠在互相制裁的时候呢哎我在后面呢你看在立陶宛里面我插旗了 所以呢去年其实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台湾的内部的民进党讲到立陶宛的时候那个兴奋啊就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国际版的梁山伯与注音台啊就是我就要你马文采我不要那我就要你那因此呢就准备呢准备就是谁要拆散我们呢就会了罗罗明欧与朱莉也好了谁拆散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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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就殉情现在台湾跟立陶宛 俨然就是要演一个一个国际的殉情戏的感觉那因为他对台湾为什么台湾在立陶宛上他不是一往情深而是因为兴奋感已经拉到最高点那个期望值在台湾内部的绿营 拉到一个非常高的水的水平那个吊门已经已经不可能再高是海海豚鹰了不可能再高了他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立陶宛这这个这个摊摊头堡崩溃了 第一个蔡英文会重伤去年我们我们去年已经讲过十二十一月十六号的习拜会之后你看到蔡英文呢在四件事情上面连连连被打了四个耳光那个是在蔡英文过去五年里面没有发发生过的美国过去不管是川普也好拜登也好对蔡英文基本上都呵护有加 因为当然他会他会挺挺绿的不奇怪可是从十月十六号之之后那你看到蔡英文不管是在民主峰会也也好不管是呢的这个唐凤的讲讲话呢被拉黑也好或者是呢就是说呢韩韩国干脆呢取消呢你唐凤的演讲以及你没有看到的就是蔡英文因为不断的在放话积极在在推的 小美琴也一直在暗示的今年呢美国所有驻美国的几个管处呢都会一起证明去年了对就去年2021年就是我们会把台湾经济文化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会证明为台湾代表处老实讲如果呢美国同意了立陶宛根本就不是一件事了本来就是就不是事情立陶宛就没有压力了可是为什么没有过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我说当我发发现蔡英文跟拜登的出大问题的时候是因为 连美国发生预风死了一百多多多个人蔡英文没有讲话肖美琴没有讲话而且肖美琴似乎准备离开美国因为台北政坛盛传他要回来选举 你有没有看到蔡英文派去的口衣哥也回来了为什么这些人都回来台美关系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蔡英文最大的挫败一定会在立陶宛上面为什么如果立陶宛退了立陶宛我我偷偷透露了我的 我听到的消息室其实立陶宛已经跟台湾沟通很久了就是可不可以改改这就是它内部压力太大对可不可以改就说就我不要我们不要不要不要测管因为测测管太难看了我们可不可以改名就说就把就把那个台湾历史修一下对可是台北就好了但是台湾台湾当然不能啦因为只要那个字改了台湾正名运动 就结束了 我觉得现在呢 其实有很多人希望立陶宛撑着 那么包括了就是昨天呢 台湾我们驻立陶宛的代表 就黄军耀 他宣布说呢 台湾要在立陶宛投资两亿美金 你知道投资什么项目吗 投资半导体 雷射 生物科技 把台湾最精华的都带给 因为当然 激光雷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说立陶宛对台湾 有期待 期待我们帮他们发展半导体产业 真的不是立陶宛凭空的想象 真的是我们给他的期待 去调人家 可是你今天去问半导体业者 谁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 当然是 就是因为这是要大环境 不是完全没有跟说什么 你看得起一个国家 或看不起一个国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新加坡很进步 但你不可能会觉得说新加坡这个市场适合发展半导体 每一个国家地区他其实都有他适合的优先项目嘛 你没有那个电子产业做基础 你怎么去发展半导体产业 连欧洲要发展半导体产业 我告诉你所有的外资报告都说不可行 那整个大欧洲都觉得不可行了 你一个立陶宛怎么可行 但是我们就会 我们就用这样子去调注人家 可见的想尽办法 那美国呢 最近这动作非常频繁 布林肯一下子拉着英国 法国德国 然后呢一下子发着 拉着其他的国家 说要立挺立陶宛到底 然后今天是白宫的发言人 撒起 撒起 没有 这就等于说这今天早上的时间了 就台北时间 然后时间 那ustr的代起 这样讲话了 ok 也在也在声援立陶宛 这是这个是贸易代表属 对 但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看到美国的强力 强力声援呢 我都会反向解读 这个是经验啊 因为他表示立陶宛的压力 已经快撑不住了 对 所以他一定要出来讲话 不用不用了 连 连布林肯的都要在一个礼拜之内 去找这么多欧盟的朋友 要站出来挺立陶宛 那个动作反应 背后的压力极其巨大 就是台湾这边的钞票 必须要出现 然后美国那边的口头 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 这样子 但能不能改变 台湾台湾可以做都已经做 台湾的啤酒已经买了 已经买了 而且而且成长 蓝姆酒 来那是蓝姆酒 蓝姆酒是最近的两万瓶 你喝蓝姆酒吗 我我只有喝调酒的时候 会喝到蓝姆酒 我就说 因为蓝姆酒 通常不会有人买卖 回家喝了 就是说蓝姆酒是调酒的时候比较多 那但是台湾的喝了 台湾的立陶宛的啤酒 成长了23倍 但因为本来量就不多啦 就是因为那种都都不是在台湾 知名度太高的国际啤酒大厂 但是欧洲对了 欧洲像是比利时啦 我说捷克啊 这些国家 他都有一些小品牌的啤酒 有有特色 立陶宛的啤酒 过去零零星星进来一点点 但是因为立陶宛挺台湾 所以呢 我们进口的 就去年大量成长23倍 台湾都已经喝到这个样子了 你还想怎么样 那这个黄军要他在讲的这件事情啊 其实就是台湾在过去很多年里面 在国际社会 如果要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把妹的时候 我假定了 台湾要去把妹的时候 就跟很多的 你看到的像相亲的场合 男男生坐下来之后呢 男生会做一个很刻意的动作 把他的兵士 或者BMW的这个操跑的钥匙放桌上 你认得吧 好同胞 你不认得我唐江龙 没关系 你认得这个MAC吧 台积电啦 你认得BMW对不对 你很心动啊 看起来就好给人哦 那那种的就是操作的模式是一样的 我就会用你最想要的东西去调你 那你调到立陶宛的队了 这张立陶宛的队了 他的现在的 现在的所谓的执政党 他是一个非常脆弱多数的执政党 非常脆弱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变动之后 他就垮了 那现在他已经撑不住了 我说美国的动作反应立陶宛撑不住了 否则美国不会有这么多的大动作 所有敲锣打鼓会宣传的东西你都要反面去看 嗯 就是告诉你就说跟事实相相反 宣传的东西都是跟事实相反的东西 美国敲锣打鼓要挺立陶宛就是立陶宛快撑不住了 可是立陶宛经过了这个波折之后 连管处都已经设了 酒都已经喝了 海上的酒我全包了 那台积电也都已经锈在桌面上面了 两亿美金你说能能能能投资什么 算了吧 我说我说他两亿美金真是太太小儿科了 你做到这个样子 结果最后立陶宛如果他的内部政局垮了 其中之一 第二个如果说立陶宛没有垮 他迁就于现实 他说我必须要改名 虽然台湾呢 我很对不起台湾 可是我必须要改名 只要那个动作出来了 台湾正名运动就结束了 你可以想见就是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小国家 会跟着就是说呢 蔡英文或者跟着民进党的台湾正名运动跳舞 因为连立陶宛美国撑到这个样子都撑不住 以后还有谁愿意去冒这个险 台湾正名运动就实质上面就死了 这件事情当然要落幕 我觉得基本上当然就是他可能立陶宛就必须要退 但我还是觉得立陶宛现在的执政党是不会退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那就是极为受伤 当然是 所以有可能那个状况其实是要观察 因为当他们总统出来说话 我觉得他是反映了背后的压力太大 他如果不出来说话连他自己都要受伤 那在这种压力之下 现在要看的是他们的内阁到底会不会出现危机 因为我刚刚提到了他们国会里头 其实现在的执政党占50席 所以他另外还有两个政党 那这几个现在的三个执政党内部会不会出现内讧 这是第一个观察点 那因此会不会有倒戈的危机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大概就是注定就是会造成一个对台湾来讲受伤的一个结果 我估计会的原因就是他因为他不只是跟台湾而导致了就是说立陶宛以及跟立陶宛原来因为立陶宛他需要大量来自欧盟特别是德国的投资 你看到他有些高科技产业他现在不只不投资他连财购都不买了对就说就说因为因为其实那都是主要是德德国的企业来投资 我说因为他有他有水位的落差吗他的工资便宜那为了避免人口外流他当然要招商啊那立陶宛的人口外流 乌克兰的人口外流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他他太落后了在那个地区来讲他是水位最低的就像美国的企业会把厂设在美墨边境一样因为你的劳动力便宜啊 那所以很多的欧洲的大厂呢会到立陶宛的去设长就是立陶宛的劳动力相对便宜很多啊我若是波罗的海商会的企业我当然来你这里投资就好了可是立陶宛最近呢他国家很小人口非常少他的他的他的经济的承受力是非常差的那他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台湾的问题所导致的就大陆对对他的抵制他压力当然非常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假肥就是白俄罗斯的假假肥你看假肥差点把他的总理差点把他的外长他运输部长都已经地辞成了都撑不住了因为白俄罗斯的假肥要经过立陶宛运出去然后呢美国制裁白俄罗斯所以现在呢这个立陶宛连这个过路费都不能赚对那你想立陶宛这么小一个国家美国也制裁你因为白俄罗斯美国制裁你因为因为台湾的中国制裁你这么小一个弹丸之之国中美两个国家 他都在制裁你他哪里受受得了好那我觉得当然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对台湾来讲第一个影响其实刚刚向容讲的最好就是以后还会有任何国家愿意配合蔡英文政府的所谓的正名运动吗好这是一个问号我觉得第二个好就是现在为了急着要挽回立陶宛撒出去的那两亿美金哦他会带来很大的后遗症 我们还有14个班交过嗯如果说今天立陶宛你都可以撒两亿美金嗯你觉得剩下来除了教廷之外嗯剩下来的13个国家要如何开口对啊沙拉瓦多呢嗯不是沙拉瓦多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呢对 沙拉瓦呢或者巴拉圭呢你加拉瓜已经断了对对对我不是沙拉瓜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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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如果比如说是这个这个这个我其实在跑相关新闻的时候印象太深刻了 请不要 我跟你讲 真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邦交国 他们都会仔细的去盯着 我们给别的邦交国多少钱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你 台湾很悲哀 我举了两项 巴拉圭好了 巴拉圭说 哇 可立陶宛这样两亿美金 那那你要给我什么 不然我我我干嘛在你身边呢 接下去呢 所以黄军要这个讲话 可能不但没有办法达到效果 而且两亿美金 现在也投资不了什么 可是他对于其他的这些邦交国 就会产生很强的嫉妒心 他只不过他跟你没有邦交 他没有邦交 只不过是给你设了一个的 台湾里面是 你就可以搬的半导体 你的雷射 你的生物科技都要过去 我是你的邦交国 我巴拉圭 我瓜地马拉 我这些国家跟你邦交这么久 那你不来我这里吗 台湾当然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所以他一定会有反效果 但是终究了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觉得就只是看 应该表态的欧盟也表态了 美国也也表态了 周围的大国都已经表态了 就是我能够给你的情感的慰藉都到底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立陶宛跟台湾 立陶宛的政府就兰博集市跟蔡英文 如果你们就是坚持要在一起 那那要当王民渊洋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不只是苦练了 就是这情势正在变化当中 我觉得我们就上个月 我们就开始提醒大家 其实现在情势发展 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这个判断 其实是确定的 就是那个方向确定